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已经黑了 居然还能拍得这么亮 这么清楚 这里是一个租房区的小菜市场 这一片区大部分住的都是外来务工人员 今天是周日下午的6点30分 居然还有这么多人来买菜 如此的场景我们能看出外来务工的精心 我记得有一次周三我下午7点的时候去买菜 人居然比这个时候的还要多 不过有一个小秘密 那就是这个时候的猪肉一斤要便宜五六块钱 青菜也是一两块一斤 所以外来务工人员为了省钱 大多都是这个时候才来买菜 甚至他们都才是刚下班回来 那么要想做成像视频中的鸡蛋 我们这样打出来搅拌一下 哦哦 已经散黄了 完蛋了 是不是太不小心了 我们再来试一个 我们慢慢的来 慢慢的来 哎呀 还是不行 一样 它容易上黄 那么正确的方法应该是 我们先将蛋清和蛋黄分离 先让它们分加 待会再复合 将分离出来的蛋黄分别装入一个碗中 继续分下一个 我们翻出三个蛋清和蛋黄之后 蛋黄我们先放一盘待用 然后用筷子兄弟将这个蛋清打成泡沫 这时可以运动一下我们的手臂 做这一步的时候会哼小曲的 就哼个小曲 会唱歌就唱歌 像我不会唱歌的 只能听筷子兄弟在这里 叮叮当当的跳舞就行了 这就要令你手臂的力气呢 哇 困了 做这个一定要用最新鲜的鸡蛋 才能做得成功 要是那个蛋清成水了 就做不了了 把饭后面有点吃力了 这个泡沫就开始呈现了 我们把这个泡沫打得结实一点 让油齿可敬 用筷子来打大巴酸也是可以的 我们用筷子做蛋糕也是可以的哦 我们将这个泡沫打至用筷子提起不掉落 那样才可以 打至像这样用筷子提起 这泡沫它不掉落就可以了 最近我钱币的力气整整打了十分钟 才打出这样的效果 地面秤不用刷油也不用预热 我们将这个蛋清打出来的泡沫分成三份 舀入这个冰饼村上 然后用小勺子来整理一下 我们在中间给它弄一个蛋巢 每一个都是一样 弄好后我们把刚才分出来的这个蛋黄放进去 让它们复合 然后在表面上撒一点黑芝麻 真香又真叶 弄好电面秤开火 这就是传说中的泡沫煎蛋啊 将它们煎至底部电形 把它弄到中间一点 盖上一个盖子给它焖一下 三分钟后 我们开盖 一道美丽又美味的泡沫流星蛋 我们就做好了 OK 我们出锅 装入盘中 入口即化 鱼味悠长 喜欢的朋友可以来试试哦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不错的话 帮忙点赞 关注 加转发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